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章节 因为我们这个章节是这样的 就是一块一块一块是有关联的 我们刚才由于这个敬语 为什么说到敬语 就是因为动词是必须要说到形式的 敬语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形式 而下面的话就是说 我通过说敬语的时候 我讲到了三个给 而这三个给我在这儿 我想要更加的细致的 单独拿过来再说一遍 那我们来看的话三个给 我能看出来给 这三个都是给 雷是来 雷是给 雷是拉的话是拉动 所以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看得出来这里面特别关键 苦是什么 苦是口是自己 所以叫给我 所以くれる叫给我 あげる あ是上 叫他人 所以叫给别人 而 もらう も是东西 我把别人的东西拉过来 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行为 所以用的もらう いただきます 全是这个动作 就是要 就是请求 你现在在这儿呢 就非常简单 简单在于哪 如果我只是用 三个独立的动词 我加上助词的话 因为它们三个全是它动词 所以你都要加う 对不对 然后你前面加了东西就行 比方说 财富をもらいました 别人送给我一个这个钱包 财富をくれました 他给了我一个钱包 财富をあげました 我给了别人一个钱包 对吧 所以 くれる是给我 あげる给别人 もらう是 如果是东西的话 就叫得到 而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没有学习它的这个敬语 くれる的敬语 叫くださいます あげる的敬语 叫さしあげます 然后 もらう的敬语 叫いただきます 就要这样说 那我就要看到这儿了 请你看一下 前面很重要 前面的重要 请你要记住 是在t形这 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是我要在这个地方的话 用到了t形 t形的意思就是说 我前面是个动词 我后边加上这三个给的 其中的一个 对不对 所以就要说 给别人做 给我做 请别人做 是这样 那么他们三个就非常关键的特点 特点就记住 除了意思就是语气 所以你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能看得出来 してくれる 它如果有具体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给我做 为我做 但是 如果没有具体的意思 你就一定要记住 してくれる 就叫做为我好 懂我吗 分かってくれる 能懂我吗 你懂了我 不就为我好吗 对吧 而下面的话 就要记住 我去给别人做什么 但是你如果用了它 你就记住 一定是最亲近 最亲近 最亲近的人才能用 如果你跟别人 有的时候最亲近的人 他也不开心 就这样的 但是你跟别人用的时候 比如说 もってあげます 我来替你拿 就有施舍的语气 所以就不能用 什么时候能用 什么时候不能用 请你记住 能用的时候 是叫间接转述 什么叫间接转述 张三 给李四拿了包 我就可以用 もってあげました 但是直接的 我面对某某人 在说话的时候 我用してあげる 这手就变成 这样出去了 所以就是非常 不礼貌的 你就要记住 这是施舍 所以对方 总是会有一种 如果你说 老师 我帮你拿包吧 我给你拿包吧 你要说もってあげます 老师一定会很生气 就要说 いります 我不要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间接转述 可以说 直接说话不说 那我应该怎么办 直接说话的时候 就特别亲近 给小孩 什么都可以说 但是你在这 就要知道 他这种施舍的时候 很关键 就在于说 因为他有施舍的语气 那么 请你用的 就是我来拿 你就别说 我给你拿 你就说我来拿 你就说持ちます 就可以了 下面请你看一下 就是 してもらう してもらう 是什么呢 是请别人做什么 かいてもらいました 我请别人给我写了 可是 他有非常关键的就是 如果就是 你要这么说 什么什么 してもらいました 叫请别人干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 完全的是请 不是我请的 是他给我干的 你就一定要记住 这是感谢 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 它就是语气 所以你从这就能看得出来 三个地方的语气 比方说 咱们先说东西可以吧 奶奶给了我一个钱包 送给我一个钱包 就要说 我用最上面的给我 但是我也可以说 就叫奶奶送给了我一个钱包 我很感谢 我跟奶奶请了一个钱包 要了一个钱包 就要用的是他 再说一遍 如果加东西 什么什么我もらう 第一个就叫 我跟别人要的 第二个就是 不是我跟别人要的 但是我感谢 本をもらいました 他给了我一本书 我很感谢 如果你用动词 前面加的是动作 你就要说 请别人去做 还有感谢的意思 你就记住在这个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引出来了一个 最后一个 就是表示请求 这一块 请你大概从上 往下看一下 就能看得到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请求 就叫しろ和せよ 咱们刚才看到的是命令型 然后下一个呢 是叫して 比如说食べて 那么他的话 比他会更加 就是说一晚下走 因为更加的 这种有礼貌 一晚上面走 就会更加的口语化 更加的命令型 那你从这个地方 就能看得到 请你看一下 しろ せよ がんをぞ 干嘛呢 して ぞや 就这样 这是最一般的说法 而如果你要用的 稍微的一大什么 他就要用的是 してください 对吧 然后下面就是 してください 你一定要记住 是请 可是这有非常关键 就是说虽然它是请 可是ください 是くださいます 的命令型 ください 是くださいます 的命令型的话 那就请你要记住 ください的话 就会更加的 有这种命令的语气 那你跟老师 就一定要少用 跟你的 就比你年长的人 一定要说什么 してください的时候 就一定要少 而下面的话 是叫做 してくれる してくれる的话 就是 为我 给我 然后してくれる 能为我做这件事吗 然后下一个的话 就是 してくれますか 能为我去做这件事吗 下面还有就是 してもらえますか 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那么请您 能不能请您 为我做呀 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か 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然后 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这样的 这里边 你会发现一堆 我这里边 请你找一下特点 然后这里边 还有错 这是我要特别 想跟你讲的 我为什么都要放在这 是因为我想告诉你 这里边有的东西 是特别重要的 先看到这 我再说一遍 从上面里 してください 是一个命令型 是くださいます的命令型 所以你一定要少跟你的 就比你年纪大 比你那个地位高的人去说 してくれる 这比较简单 能为我做一下吗 書いてくれる 能给我写一下吗 書いてくれますか 你用了是静体 所以就会更加的有礼貌 然后して 你看明白区别了吗 这两个 是我特别要讲的 请你要记住一点 请你要记住一点 请你在这看一下 してくれます 是从来没有 くれます 没有可能行 一定要记住 它的这个特点 而 もらいます 必须要用 え 叫能不能请您 重新说一遍 能不能给我写一下啊 能不能为我写一下啊 无论你怎么翻译成 能不能为我和给我 但是日语中 くれる 是没有变成可能行的 但是下一个 你能不能请您写一下啊 就必须要变成可能行 只要说 してくれますか してもらえますか 能不能啊 就变成 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那你一晚下走 看到这个地方了吗 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就是能不能 给我做呀 把くれる くださいます 变成了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这里面就出现了 这个地方 这是我特别要讲的 就是在这 因为考试的时候 一定会考你的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来讲 请你看一下 していただきます 叫请谁去做 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か 这种说法不成立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用请 就请你一定要用的是 可能行 如果你要用给我 就请你用一般的这种形式 所以只要说的是 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か 就不能用 考试一定不能在这选它 然后上面 你就一定要用的是 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してもらえますか 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か 就不可以 就要说 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一定别到A段上 找A段 然后上面 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 什么这些都可以了 就不说了 最后一个叫 していただいて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请您去做 您看怎么样啊 您看行不行啊 有点啰嗦 对吧 你不用特别啰嗦的东西 但是也是挺重要的 然后我们就来看这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重新再回顾一下 这是语法进行搭配了 刚才咱们说到几个动词 对不对 又说到动词 又说到变形 又说到形容词的变形 又说到形容动词的变形 那如果在这的话 我们在说语法的时候 你来看一下的话 就是名词加上助词 加上动词 名词加助词 那我们就来 这一个部分的话 是我特想说的是 我动词这一块 我再说到了 然后我现在要说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助词 助词的话 我们先要给它搞懂 以后再要学